主上善人 我们做早晚课 还是修本尊 其实都在调整我们的观念 当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如理如法 甚至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跟诸佛菩萨 跟众生打成一片 那你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绝对不会有问题 我们之所以有烦恼就想错了 想了一些不该想的 我们之所以有痛苦 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 当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身口意 都倒正以后 如是因如是果 正因必然得正果 所以这就是从因到果 整个的变化 那你如果没有这些因 没有结这些缘 也就是具备这些条件 你怎么去得到你想要的 或者我们讲究竟成佛 怎么可能 所以往对的方向转 其实就是修行 修行没有 不是什么多神秘 或者多伟大 什么没有 就如是因如是果 我们的起了什么心动了 什么念 也就是建立什么的知见 发怎么样的愿 接着下去 当然就是如实的去做 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 好好吃 好好的吃饭 用感恩的心吃饭 那你那一顿饭 一定很有营养 那一顿饭 一定回报很多 对你有恩的众生 那一顿饭 一定产生很大的喜悦 饱足感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错了 陷重陷塞 用屋子的心 在吃一顿饭 你想 会怎么 每一个细胞都有病 因为你送给他的都是有毒的东西 然后人家已经供养你这么好的东西 你还不满意 就在损你的福报 所以同样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你当下的心态 那做一件事情 你如果用很高兴的去做 一定会做得很软软 你如果不经观 如做 如收起 甚至一面做一面甩 一面做一面把它破坏 那你有什么事情能够做成功 所以修行没有什么 修神就在调整我们这一颗心 让这一颗心从不对 变成对 只要心对了 接着下去 心是主宰 我们的身 其实是附属的 心对了 身也跟着对 身心都对了 你的果报 就是圆满的 我们现在果报不好 就是说 我心这样想的结果都不是这样 最大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我们起错心 动错念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不断的强调 只要有负面的心态 务必要赶快离开 只要有负面的心态 务必要赶快离开 痛苦是怎么来的 就保持那一份负面的心态 你就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痛苦 快乐是怎么来的 就是那一份心态 都是阳光的 都是正面的 都是为众生的 都是向上的 这一股 跟涌泉一样的 跟阳光一样的能量 你会不喜悦吗 当然是喜悦 那负面的都是自己盖自己 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好像所有世界都对不起你 事实上是你对不起整个世界 所以这些观念如果慢慢改 我们的痛苦自然就远离我们而去 烦恼自然就化一无形 所以 一定要懂道理 一定要起对心动吹对念 当然我们也发觉很多 人其实很棒 也不断地在做很棒的事 但是偶尔他就会起一些不该起的想法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那一下子 整个都毁了 简单说 你好不容易 跟一个人 或者在一个团体里面 建立很好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正面看着你 你也正面看着周遭 那突然有一念无名献钱 开始发狂 开始做不如理的事 那你想一想 结果是什么样子 好不容易经营起来 真的百万功德灵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那一念春心起 就烧个监光 那我们因为绝照不够 定力不够 所以这些产生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制止它 不会去离开它 结果就好不容易 就是千辛万苦建立的成果 一下子又不见 那这个不见呢 不仅仅是把本来破坏而已 你想一想 一栋很漂亮的房子 那火灾了 还能恢复吗 几乎不可能恢复 所以我们真的要想到 这个负面的念头 那股破坏力 是多么的大 我们先不讲 我们有什么功德 那务必要小心 不要让我们的起心动念 产生破坏性 它不仅仅是不能还原而已 那真的是有时候 彻底的摧毁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醒着的时候 能够做主的时候 都还控制不了我们的心 业障现前的时候 生命交关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那更不用说了 你根本就起不了正念 所以现在务必 现在我们还有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福报 要赶快转 那你如果这时候能转 到时候碰到那些问题 照样能转 因为你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已经掌握了那个机制 不被它影响 不起负面 那什么果报 现前 你都不为所动 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就是定力 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在这些地方 多下功夫 不要着想 千万不要着想 那着想是从分别心来 强烈的我知我见 我爱我慢 那一份强烈的无明所产生 那不是无明本来强烈 是你不断地让它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就要让它越来越弱 还是再讲一遍 千万年的黑暗 抵不了瞬间的光明 那这份光明呢 有你心生 那业障啊 痛苦啊 这些无明 也是有你的心生 但是那份心呢 是颠倒了心 而我们本来是有清静的心 所以常用这个 回到本来的清静 回到本来无一物 回到一切都是如幻如画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不要去执着 不执着自然 也不会要 也不会排斥 他就是他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你啊 他是他 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隔阂 那么大的对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是你的问题啊 一切都没问题啊 但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统统有问题了 当你没问题的时候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问题 本来就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愿 还有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一样在经营我们的世界 那你这价值观如果很高 你的愿如果很大 你呈现出来的世界就很庄严 如果心量很狭隘 一天到晚这个对那个错 我要怎么样 我不怎么样 那你一定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 但是你不自知 你不以为是你在那边做怪 搞鬼 是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颠倒的人 永远没有办法 有智慧 就你心很乱的时候 那一份清静的心 怎么样也生不起来 所以 制造体性 制造缘起 不要执着 本来信空 本来一切法都是随言而显现 没有对跟不对 没有对跟不对 你给他什么条件 他就显现什么样子 你希望他照你的方式显现 你就必须具备 能显现那一件事情的因跟缘 就这样而已 不是有跟没有 一切都因缘所生 好 嗯 啊 呼 我